发脾气就像当我们不见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会这么选择 但这感觉总是在很糟的时刻发生 这可能是当我们的对错感被挑战的时候 或当你不能得到理想的事实 有些人会列发脾气为吵架、喊叫 或用拳头来出气 但也有些人的发脾气可能是比较看不到的 例如冷战或是在脑海里已经气的没话说了 无论什么样的方式 人都会有发脾气的时候 但我们绝对要谨慎一个容易用血气来反应的体质 当我们一直降服于这个负面的情感 这也就是当我们把反应的方向盘交给了我们的罪性 和撒旦欺骗的声音了 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说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欧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欧、征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我们要明白发脾气、血气都是我们肉体的表现 来谴责一切妨碍我们想要得的 或与我们的信念不相配的 那你可能会问,可是一切的血气感都不好吗? 当然不是,就犹如上帝厌恶罪和撒旦 或当耶稣去到了圣殿,看到人做买卖时 生气地推倒他们的桌子和凳子一样 或当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做了危险的事 和我们在工作现场为人打抱不平的心 这些都是有一个好的出发点来血气的例子 但我们要分别的是,我们血气后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属灵的缘故、神的缘故 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想法、理想或对错观呢? 当然,有时我们的观点可能真的看似是对的 但以血气来完全反应 是会带来我们危害性和罪性的发展 例如,我们与人的关系破裂或自尊心更大起来等 但感恩的是,我们不会一直被这血气发脾气的心挟制的 上帝应许我们,也必定在他所爱的儿女们身上会懂功 他不但是转变我们的行为 他也改变我们的心意来渴望寻求他 就有如贝利比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当我们越来越渴望上帝的话的时候 第一,我们的血气会转移到真正邪恶的事上 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判断 这就是一个讨厌人背后的撒旦 讨厌自己的罪性 而更想接近主的心来胜过这黑暗的势力 而第二,我们也会越来越信靠主的方法 来得到真正美好、良善的事 因为我们越跟从了静,我们就越有敏感度 去看到主的作为、恩典和代理 但血气的问题还是存在 也是我们还觉得又无奈又无法控制的 那这实际上的方法有吗? 以下有三种方式我们能够以祷告的心来查验 然后试着做 首先,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在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的是什么? 当我们慢下来问自己时 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到 自己的欲望和出发点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血气都是被人自己里头的欲望开始引发的 我们越认识自己的罪性 就越能找出如何对付它的方式 若是从对配偶的不满 我们就应该多跟他沟通 若是工作上的失败 我们就要重新查验在工作现场的目的和意向是什么 这都是需要多思考 在至圣所祷告的 因为撒旦总是爱藏在我们的最深处 给欺骗的声音 生出血气不满的心 第二,我们要记住 这能够看到自己的血气 是需要被对付的心 就是一个很大的盼望了 因为你不像世界里迷茫的人 你是有意识与主的感动 也有圣灵的催避在你里面 当我们看到宣告这软弱的时候 就是跟撒旦开战的时刻了 最后,上帝让我们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无助 不是叫我们一直在里头打转 要减少发脾气的这个问题 就先要借着爱 就是要更加的看重和珍惜的 把这福音和祝福传给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不是要一直克服自己的障碍 乃是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 移到让旁边的人在主的真理里头受益 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渴望去祝福旁边的人 而不是自己的方便、益处、舒适 我们就会越来越少有血气的时候 因为关注从内往外去了 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都能够伸出一个顺服的心 来看到主师不断地为我们预备 应对自己种种软弱和学习的方法 在祂的话语、信息和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中 祝保守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